神秘者弟者,今天主題就是敘利亞 剛才我們提到敘利亞本身是一個很強的神秘主義傳統 或者一些相關的宗教的事情在這裏 第一件事很簡單,何果一定答到的 就是這個蘇羅去哪裏 那時候就讓這個神射到他一眼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這個敘利亞首都叫大馬士革 這個名字是後期才用這個名字的 我們如果在聖經裡面有一個大家應該熟悉的 叫大馬式,大馬式就是現在大馬士革 那時候保羅還是叫做蘇羅的 那時候還在逼迫緊,剛剛是蘇星天之後 那時候還沒有完整的叫做基督教 那時候只不過是有一班信眾 開始有基督徒這個名稱 就是跟隨基督去受苦的那班人 最早期蘇羅就是追逼這班人的職資 他去到大馬式的時候 突然間見到異象,雙眼失明 那時候神和他顯然 經過了三天之後 他就開始有一個基督教的說法就是回轉 用他們的猶太人覺得他半變 所以變成了一個重新的生命就是保羅 有個名字由蘇羅講到保羅 我想剛才講的,其實大家留意 那個地點本身其實當時應該在羅馬帝國以內 沒錯 就是在羅馬的管制範圍之內 那件事件本身其實就是一個 所謂心靈上面的一個迅速的改變 這是一個宗教的經驗來的 換言之其實在那個地方本身或周圍本身 我懷疑除了保羅之外 都可能有其他人有相關這些經驗 第一點就是因為保羅那時候的身份 是一個羅馬的公民來的 所以也是整個聖經 我們在新約裡面發覺後來 有大量記載了保羅書信 所以變成對很多基督徒來說 對這個大馬式這個地方是有迷思的 究竟我們有時會想 究竟他在哪一個地方 那時候去遇到這個情況呢 甚至當然我們會覺得這個是神的異象 但是我們會想一下 究竟他是看到什麼光 令他雙眼短暫失明 還是受到什麼創傷 因為之後其實保羅一生都是有病痛的 所以為什麼要這個盧家醫生 即是《四福音》裏面這個盧家福音的作者 長期要照顧他 就是這一次在大馬式 即是大馬士革的異象裏面 有些後遺症呢 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一個可能給少些人留意 但也是一個在古代宗教的研究裏面 很重要的文獻來的 就是在《死海古卷》裏面 有一個文獻就叫大馬士革文獻 這裏面就提到有兩個人的鬥爭 就是所謂這個正義導師和這個 邪惡導師的鬥爭 也都提到有關正義導師裏面 所謂teacher of righteousness裏面 有些戒律 那講的地方就是大馬士革 但問題就是這個文獻 除了在《死海古卷》 即是1947年的時候發展之外 其實它是在幾十年前 已經在其他地方 我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在埃及地方 找到同一個內容的文獻 當時人是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無端端會有這份文獻出來 但是接著在《死海古卷》 就和其他東西一起出文 但是一些研究《死海古卷》的人就說 那個地方沒有很可能是大馬士革 所以有另一個疑問就是 究竟當時說的大馬士革 是否我們今天說在聚力亞裏面的地方 而更厲害的是 如果大家翻查《舊藥》的聖經裡面 《以塞亞書》第十七章 整章就是由《以塞亞》這個先知來的 就是預言現在大馬士革的滅亡 它是具世無謂地說 怎樣是一夜之間是沒有了 大家可以看看 免費時間了 當然有很多人 我看一些外國的文章報道 有一些基基督徒 他們在近上年開始 即是聚力亞開始來亂的時候 引用《以塞亞書》的預言 會不會很快都會發生在現在的聚力亞首都 但我個人覺得不是 為什麼呢 我個人覺得《以塞亞書》裡面 《以塞亞》的預言 應該就是在公元前 第二的亞術 第二個滅亡 就已經代表了它所說的那個 不過好像有個題外話 就是因為在它一個地方 我們應該很重點今晚說 就是阿勒浦這個地方 這個地圖 剛才我們說的大馬士革就是這裡 其實是近以色列和約旦 差不多近到邊境那頭 它在北面那裡 就有一個地方叫阿勒浦 其實現在你看到這裡 為什麼我現在詳細地說 話說好像這個是 以塞亞洞穴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在《舊約聖經》的那個時代裡面 這一堆地方全部都是打來打去 都是屬於巴比倫的地方 或者再具體一點 曾經有一段很輝煌時期的亞術 如果是在看《舊約聖經》裡面 亞術帝國 有幾個很出名的先知 都是跟亞術這個帝國是有瓜葛的 其中有一個就是這個約拿 神叫約拿過去《尼尼微城》 即是那時候這個亞術的首都 它藤雞到著草走 然後另外《拿紅書》裡面 都將《尼尼微城》 即是這個亞術的首都 說到是非常之陰森恐怖 非常之可怕 是的 總而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因為 當時那個地方 即是在幾個宗教裡面 其實是從遠古至公園前後 其實大家地理上的溝通是很容易的 即是沒有所謂現在這個邊界 導致到其實很多 因為古代記載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不同語言的問題 大家就不是那麼容易掌握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 即使是這樣 其實在聚禮學裡面 應該是遺留了很多猶太教的痕跡在這裡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大家聽到 聖經那些有些不喜歡 當然就是什麼 但是後面又涉及到 即是猶太一個神秘學的問題 今晚就會講這件事情 除了這件事情 有一兩個可以值得提一提的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由於這個地方本身 它地理環境的關係 很多在這個公園前後 一些比較在今天 不是非主流的宗教的信仰 在那裏保存下來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現在這個阿薩德總統 他信那個教 應該是叫阿拉圍的 一般來說 就認為他這個宗教在伊斯蘭 我想他自己也認為是 但是他信那套東西是很特別的 他信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每個人都對應於 在這個宇宙裏面的一顆星 其實這個數目上是靠得住的 為什麼呢 那個星如果跟這個人比較 是真的有這麼多顆星 但是問題就是 我有一顆星 何會有一顆星 我怎麼知道那顆星是我的呢 真的 對應 出生那一刻 那顆星有數百星 我那些 我記憶之中 好像中國漢代的時候 都有人有這個想法 當然 有這個想法 還有很奇怪的是 他們信是靈魂不滅 即是會轉世 或者是在一個人身邊 去另外一個人身邊 那些蘇美文明的 那些 這個其實是一般 傳統主流的 在伊斯蘭教 或者在猶太教 或者是基督教 這個 不是這樣的想法 其實基督教本身 有沒有程度上 都可以等同於 靈魂不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死了之後 是等待審判的 審判之後 跟著就會 跟神一起 或不同神一起 所以變了 其實靈魂都沒有滅亡 即是沉睡 是啊 是等待一個時機 還有就是 啟示錄都說 他會醒回來 重點其實是說 不止是古猶太教 因為其實 由遠到埃及的 一些神秘學的知識 到跟著 他在希臘都掌管過一段時間 跟著開始 就由猶太民族 跟其他所謂的 不同宗教的其他族 互相打來打去 到後來跟著 就變成了 羅馬帝國之下 開始有基督教 其實根本它當中 同一個地方 已經超過六七種不同的宗教 甚至是我們所知 不知道那些 可能超過十種以上 那如果你去到 譬如去到 這個黎巴嫩那裏 那裏 有一些另外一些 就是現在非主流 譬如簡單說 譬如基督教 馬龍教 那些又是 現在你在黎巴嫩以外 是很少人去 那整個問題是什麽呢 就是 如果今次 這個 敘利亞 這個 阿沙特的政權的倒台之後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歷來那個 由他父親到現在 其實他是保護一些 比較少眾的宗教團體 那如果他們落台的話 事實上這些宗教 很危 那事實上 現在這幾個月都開始 譬如說 這些 當我聽說 當地那些基督教徒 都很擔心 甚至有些損毀那些 建築物的一些事件發生 那其實今晚整件事主要集中在哪裏呢 就是反而就不在大馬市隔多島 就是另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阿勒浦 就是我們提過那裏 這個地方本身呢 其實在大約前幾個月呢 都有過一些很大型的 示威 襲擊在那裏 那很多平民的死傷 我那個記者朋友他就說呢 他說如果你想像那個情況是怎樣 就是想像好像 如果在香港的話呢 就想像可以在旺角或者銅鑼灣打仗 那個情況呢 因為可以看一些相片就是 就是炸到很 就是那些市中心的區域炸得很厲害 那些人呢 其實就一直在那裏住 是 旺區來的 是的 旺區來的 但是打得很厲害 一定有傷亡呢 如果這樣看 其實阿勒浦他本身那時候 阿拉伯之春那時候呢 是早期幾個出現示威去推翻之前那個政策 是的 它其實 就是整個反對阿沙特的那個部分 在這個北邊 在北邊打落下面 但是呢 就是這個地方本身呢 其實就是在整個宗教的研究裡面 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 就除了這件事之外 就是有一點可以提一提 就很奇怪的 譬如去講到玫瑰十字會那些呢 他們幾多提到叙利亞 就是當那個玫瑰十字會他們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興起的時候呢 他們有一些裡面有一些文件 又提到在叙利亞裡面有一些知識 又或者有一些東西 就是大家可以有秘密 一些秘密 有秘密 有秘密可以尋找的 差不多700年 那是其中一個現在世界上呢 就是最古老的猶太廟 以色列以外的 OK 那這個聽神秘學的朋友都覺得 這些很流 但是最重要的是 裡面有一本書 叫做阿勒普法典 法典就是codex codex其實是一個字 是律法的意思 是的 其實一個字 它不只講內容 還講書包裝的形式是什麼 那如果譬如聽 以前說的四海股卷 其實就像這樣 好像廁紙一樣的 是 你卷完它 然後就 放入那個桶那裡 放入那個桶那裡 那你以前看的那些古裝片 有很多一些羅馬 一些士兵 有些洋秘書 那些 那那個其實就是一邊的 就是單邊的 如果去到這個法典呢 它就可以兩邊的 那紮的方法都不同 紮的方法就像我們現在看的書 那種方法 那我懷疑其實如果講經 講印度的經 sutra 其實就是這隻來的 那些板來的 石板來的 那中國 那些圖板 中國都很多 古代的 那就是譬如說那些竹簡 那些 但是如果譬如去到這些codex 其實它就用另外一隻的界面 就很多時候譬如羊皮 或者是 是真而眾之去保存它 是可以很漂亮的 那這個阿力普法典究竟是 什麼事情呢 那這裡就要講講 就是整個那個歷史是怎樣 那那個歷史就是這樣的 在公元的六世紀 就有一班智者 就是猶太教的拉比 就在一個地方 就叫Tiberius 就在加利利海的 就是旁邊西海的那個城市 那現在應該還找到的 那你就抄寫聖經 那所謂聖經呢 就是講著 摩世五經 這個舊藥 舊藥 舊藥 摩世五經 那新藥就不用想了 因為那個 那時候 那個就不是屬於 猶太教的那個範圍來的 是 遠見都教了 那這個抄了這個 這個版本之後呢 那跟著呢 就 一段時間就集合了 整個二十四經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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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最完整的部分 那到這個 就是在這個 1099年的時候 就是這個 第一次 十字軍東征的時候 就被十字軍 在這個 耶路撒冷 就拿了這本書 那就輾轉 就去了埃及 我想是隨軍去 那當地的猶太人呢 就以重金 熟回這本書回來 那就是 就奉為國寶的了 當時呢 都沒拿回到耶路撒冷的 因為呢 實在呢 就是這個 亡國的時間 都還沒恢復 那特別一樣的 就是十字軍 其實對猶太教 就是對猶太教 就是對猶太人 不是認真有善的 那anyway 這本書呢 其實都可以保存到的 那去到呢 直到大概是1375年的時候 就拿了去阿勒浦這個地方 那拿了去阿勒浦這個地方呢 就前後 六百多年 就是從14世紀到20世紀 一直呢 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在猶太教的古廟裡面 就是在猶太教的古廟裡面 那期間呢 就是擺在阿勒浦的時候呢 就甚至是更加早在這個開羅的時候呢 就是一位哲學家 那我就不記得的名字 應該大概應該就是 Momenitz 就在那裡專研究這本聖經的 那在裡面呢 就找到很多一些重要的一些理解 或者內容 那這件事呢 就去到一個什麼呢 就是以色列國的前夕 那以色列國的前夕呢 就是在1947年 11月29日呢 就聯合國有個決議 就是把這個巴勒斯坦呢 就拆開 那其中一部分呢 就給了這個猶太人呢 就作為他安居之所 那今天記息呢 其實大於這個地方 為什麼呢 就是一拆軟就打 是啦 高蘭高地呢 理論上就不屬於當日聯合國 給他的地方 是啦 是啦 好啦 那接著去到1947年 1月 10月 不用二十九號 一提到在聯合國話呢 就是贊成 投票通過了 分拆了這個巴勒斯坦之後呢 當地阿勒普的 非猶太人呢 就暴動 就攻了去這個地方 就放火 就燒了 燒了 很多東西 是 是 傳說之中呢 就燒了這本書 是 整個法典都沒有了 整個法典都沒有了 原裝法典 好啦 那接著呢 就 以色列當局呢 就是當初 就是剛剛承扭政府呢 就不多信這個說法 是 就派了人 包括特務 去這個阿勒普的地方 去引證 去問問究竟這本書還存不存在 這件事過了十年 即是1947年 過了十年之後呢 阿勒普法典 就終於在1957年 就在以色列葡萄 這是手鈔本來的 手鈔本來的 這個手鈔本 大家要記住 這個手鈔本 因為我們稍後解釋的原因 是不可以影印的 那時候是1958年了 台長 我拍照 有 那時候有影印的 有的了 你不要 不是說我們那種影印 機那種影印 那一點就是說 大哥 你在那時候 你真的去到別人的地方 你拿了這樣的工具 你真的沒可能做到 我看回一些資料 他講 當日是一個 以色列的賣芝士的商人 他就是用一些方法 所以進去裡面 其實賣芝士是很合理的 為什麼呢 他裝在芝士裡面 為什麼呢 在那個地方 因為羊奶方面 其實這麼久之後 這麼多年 其實芝士在那個地方 是很重要的食物 有很多用途 沒錯 所以應該一個芝士商 是挺受歡迎的 所以他就用了他的身份 用了方法 就可以看到這個 那個發電 然後不知道是他自己個人 還是他找人幫忙去抄 因為有兩個問題 他不僅是一頁半頁 不是抄的 我待會講一下 為什麼不是抄 因為這個牽涉到整個事件 最核心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怎樣運走 怎樣運走 聽說他原本是 我想有可能 他也把芝士混在一起走 但不在芝士的時候 他就放在哪裡 放在洗衣機裡面 好了 整件事就是 到了1957年之後 這本書 在以色列島 當然是逢之為國寶 但很奇怪的是 這本書是沒有拿出來的 到今時今日 到了2013年 這本書是放在希伯羅大學的 其中一個學院裡面 是找革命封實的 那你就會問 就是說 如果是一個性的國寶的話 為什麼他不像社會古卷一樣 就放在一個很莊嚴的博物館裡面 給人看 甚至現在這個書裡面的內容 都不是在互聯網上面 大家是看得完的 那你當然要討論我 他那個聖經本身 就是猶太古經 跟我們看到的那些 基本上內容大致都相同 那要什麼要看這本原本呢 這裡就去到整個問題的心 第一件事 這本書呢 是現在所有猶太古卷 最權威 大家都在這裡抄回來的那本書 就是說 你現在看完所有其他 無論是印刷或怎樣都好 都是這本書的copy來的 在文獻製作出來的 都是這本書抄出來的 好了 那你就會問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這個就涉及到猶太教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猶太教呢 他那個文字上的紀錄呢 涉及到這些神聖的東西呢 是沒有響音的 沒有響音的意思是什麼呢 譬如說耶和華這個名字呢 應該就是 如果你現在就這樣去看整個字呢 就是YH跟WAH YAH 但是整個在文字上的紀錄呢 是沒有了這些響音的 就只有幾個字 YHWH 那這個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 在古猶太教來講 響音是神的語言來的 你不可以亂說 這個有點像 近似梵文 因為梵文呢 一音一錯 神就不高興了 所以猶太教裡面 其實以前 這些文字裡面 是只有紫音 只有consonant 一直都沒有響音的 沒有響音就嚴重了 為什麼呢 是怎樣去 你看以前那些 你要猜回音是怎樣呢 就很難 那這本書原來 當時抄寫的那群 即六世紀寫的那群 原來有標的那些響音 還有呢 怎麼看那些字 是 去到這裏 你都還挑戰 不斷有什麼神奇呢 這裏是涉及到 另一個猶太教 就是所謂 密宗 秘傳的宗教 最重要的一個線索 就是什麼呢 在猶太的古經裡面 其實不是你看到 表面那一陣的意義 是裡面每一個字的安排 每一個字的排法 每一個字的寫法 都有特別的密碼裡面 你懂得看 你就會看到 關於這個世界 神所作的預言 所以呢 在這個基礎上面 大家不知記不記得 在二十幾年前 有一本書叫《Bibl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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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時間過得很慢 哈哈哈哈 這幾天都講得已經是這本書 那本書呢 其實就是 這些 將原本那個字 希伯來文那個字 將它轉成數字 轉成其他密碼之後 就看出來 就變成看到預言 這個當然我們不會相信 就是說 這個在數學上 其實你將任何的字 將它以為是一個密碼 將它轉成其他方式 你就算是《SARS比亞》 或者《戰爭與和平》 你都可以將它變成一個 語言書 它很詳細地講 如何去找這個語言出來的 有時是直排 有時是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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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你會看到它那個《古猶太》 那些文字裏面 它那個作用 你不是就這樣叫做還讀 就是讀到它那個內容 有很多種不同的 那種叫做閱讀 和你解釋的方法 找到那個語言出來 這個是它用的方式 去找一個語言出來 所以這本書為何這麼重要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神給了這班人 第一個最準確的版本 然後有一個傳說 如果基於這個版本 如果你懂得讀的話 如果你解釋裡面的密碼的話 你就會知道很多人 其他人不知道的東西 這個是第二點 但是第三點 最謊言的是什麼呢 就是傳說這本《書有魔法》 這個《書有魔法》 又牽涉到這間廟 猶太廟是怎樣的呢 原來傳說裡面 有一條靈蛇在那裡 那條靈蛇呢 即是那些信眾進去 有什麼想求的時候 求福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求到這條靈蛇去幫你的時候 就可以消災解難 其中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女子 女子沒有兒子生的時候 就是祈禱 就是去拜的時候 就有兒子生 有些人有橫禍的時候 那裡面去到 就可以消災解難 奇怪地 這個傳說 就不止裡面 這個地方的猶太人都相信 是以至到 很多在以色列的人都相信 嗯 好了 整個核心問題 主要嘴巴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本書一去到阿勒浦之後 是不可以離開的 但是現在 不知道 那離開又怎樣呢 離開了之後 這裏的猶太人 就會受到瘟疫的打擊 是 那在那時候 就說火燒之後 會發生到這些災害呢 已經發生了 因為被人打到一隻狗 那為什麼當時 這本書都會走出來呢 其實他們是不想拿這本書給人的 嗯 但是怕 原來呢 在這個1947年 就是當這個 以色列立國的前夕之後 這裡的猶太人 越來越少 嗯 就發覺到呢 就是那個民族 必須要保護這本書 必須要保護這本書 那要保護這本書的時候呢 那就要拿這本書 就是出去了其他地方 但是這個是牽涉另一個問題 就是這本書呢 原本就是這個地方擁有的 就是這裡的拉比擁有的 但是這本書出了這個 就是 去以色列的時候 就屬於誰呢 那就是一個問題了 那所以呢 他們當時就很不高興 是怎樣呢 他們是以為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是給回和這裡有關的人 但是呢 現在你覺不覺意呢 就給了 以色列的政府拿了 但是暫時還是在這個希伯萊大學裡面 是 那原本希伯萊大學裡面呢 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這本書是 就是理論上的 學術研究 暫時 都是這個整個的 就是整個的 保存 以色列民族的一個保存的地方 但是就不公開 但是那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這本書 拿了一篇出來之後呢 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危機 這個危機是什麼呢 第三次回歸給大家 第三次回歸給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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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謝謝